相信大家都知道,乒乓球作为中国的国球,不是仅仅是因为乒乓球被广大朋友们所喜爱,更是因为国乒的成绩在世界平坛中,不可动摇的霸主地位,才被称为国球。 而霸主地位不是口喊出来的,而是历代运动员,以及教练员的付出所换来的。 其中陈静作为早一批的国平女子运动员,相信大家都不会贪货陌生,而陈静乒乓球俱乐部在中国更是名声在外。 今天,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下陈静这位颇具传奇的运动员。 陈静,1968年9月生于湖北武汉,18岁进入国家对其打法为作手快攻。 球风犀利著称,反手弹气以动作小,落点雕尊,节奏变化大是他的绝活。 更是在1988年代表中国获得历史上首个奥运会乒乓球女的冠军。 此后,因为让球事件后慢慢淡出国家队,此后辗转多的,先后去了中国台湾,并代表台北队获得很多奖项。 并击败过小山智利,乔虹等实力老将,虽然最终败给了邓亚平,但仍然好的了奥运会的引牌。 第三次参加奥运会英半决赛,败给王拿后战胜的新加坡选手景逊红获得奥运会铜牌。 同时,也是目前为止,唯一一个获得奥运会金、银,同三枚奖牌的乒乓球运动员。 此后,陈静于2003年,开始在华南市打前进学习。 后于2004年创办陈静俱乐部,并以传、杨、李、和茶文化为中心电队俱乐部进行经营取得了非凡的成绩。 如今的陈静可以说,是名利双收,生活幸福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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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栏目。